你也不知道 我知道你做啥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對不對 我插過羊可能你插過羊 其實我覺得他弄得很爛 真的 土螺從08年生移到現在 我覺得他很多規劃都是很盲目的 就沒有一個整體布局亂七八糟 死了抓一下死了不抓一下 什麼違建 就是沒有一個整體規劃布局 怎麼去更好的保護什麼東西 是不是這個撥一點款下來 又沒有明確然後這撥款撥到哪裡去了 也不知道 就是保護不到位各個方面 其實我覺得是弄得不太好 人家有時候確實也會跟當地 有衝吧比如說我們這些村民 每年每人是有補貼 200塊錢 南方塊錢能幹嘛 也不能幹嘛 但是多少少是有一點 就是每個村民 每個居民都有 但是 更多的反正 我是覺得 就是不是專業的人 在做專業的事情 你住這邊是嗎 對 我住幾個家 這是我家 很多人搬出去了嗎 對 沒有搬著 可是自己打工 沒有老人在家 就連自己一名就收集來了 天生你們晚上也住著是嗎 對 住在樓上 舒服嗎 這邊住 住是舒服 住是舒服 天窄一點 天小一點 天小一點 沒有辦法在家見是嗎 不要你見 不要你見 那只要你 人家賺到錢 就去外面買 要去地方見 那住這邊 衛生間 沒問題 外面 外面 在外面去 在樓旁邊 就是條件比較差 條件比較差一點 外面有收門票什麼的 都是政府收集的 我一個人分兩塊錢 一個人一天只能分兩塊 那到每年五、六月才有分 一個人兩塊錢 一年就幾百 六百多吧 七百多吧 一百多一點點 沒辦法 一百多一點 你小錢是五十塊 太貴 政府 連住的地方都不安排 你自己嘛 你安排一個地方給你們見 不要說你們見 他不給你們聽 他還是騙 你沒想到外面見房子 對啊 就是事實上這樣 安置一個地方給你們見 他老師 政府老師騙說 譬如說 你志願當設計 我志願設計 一定要安置地方給你們見 每次給你拍拍拍拍到 到時的 吹了 這已經多少年這樣子 那十多年了 一、二十年了 十多年 十多年 十多年了 沒辦法啊 這邊生活還比較原汁原味 不會太商業化 對 其實你們真的要看土多客家文化 這個村落是非常 就是還是 文化底蘊還是比較深厚的 對 因為這個村落 你去海外也好 各方面也好 出的各種人才啊 都是 客家村落裡面至少是屬於屬二的 所以你們這家廟很厲害 還好 即是 祭拜祖先又是 一個廟裡面也官服上 我在宵一座 乙皇我們要走了 等一下 結栗 真天 德國 外面 现在只有两个老人家住在那边 其他都荒废掉了 所以很可惜 对啊 其实应该想办法这个 真的是要保护 所以我跟你说 这种保护 政府肯定偶尔会掏点钱给你修一个瓦片 但是真正你要把保护起来 可能还要进一步把这边弄完 这时候就需要人去弄这些东西 这个还有人去吗 还有一户有的 也即将没人住 都老人家 主流就是因为没有人住嘛 你只要上面的瓦一漏云 那墙就烂掉 一烂掉就塌掉 很快就没了 所以为什么旁边要租出去 也是这个原因 这另外一种形式的去保护 也是 也算是比较好的方式吧 这个我觉得 不然我相信你不可能再叫当地人再住回去 对吧 不可能 因为位置非常小 所以你只能以另外一种形式的方式 去让 一种体验的方式去保护它 然后再重新用 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比较好的 但是不是 所有的土楼都具备这种条件 那我问你们 你们怎么去保护那些 既不是世界文化遗产 当地人又不想住的土楼 你看 我相信 除了 这种 就是 旅游体验方式的话 其他方式 政府靠出钱去维护 也不大现实 对 所以 很多土楼等等的 最终我觉得也会倒掉 剩下的可能也就 那么多也就对了 我觉得 随着旅游的发展 为什么需要外面的人来带动这个原因 外面的人把这些美学的观念 这个东西带进来 哇 就给他打开一个世界一样 说不定 这边很多的村民 他从来没有去过外面的世界 他也不知道外面怎么样怎么样 可能就觉得 这样子很好 这样子可以了 他就是没有一个对比 当然 有外面的人 这样就很漂亮 可能他也慢慢去模仿什么人 慢慢慢慢可能就好一点 就很多东西 都是一个慢慢培养习惯的过程 反正我觉得 那个建议下带动一下 其实我自己 对我们村庄有个美好的愿景 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村村民 很多村民 他都有自己的手艺 比如这个会酿豆腐 那个会酿酒 这个是族的工艺什么什么 如果说能打造一个 非常好的旅游村庄的话 诶 比如你想体验什么 可以找到一家人 农家论 对对对 就不要千篇一律 现在大家要么都客栈 其他好像就没什么东西了 对 我觉得就把一些 就是文化上很多价值的东西 给挖掘出来 这就是当地一种 一种厂 就是厂 厂 厂出来的 外面买的很多都是那种 配出来的 哦 厕所也在做好啊 它这个是比较纯正的 就是都是自家的东西 谢谢啊 中国不是一直有这个 就是农村 或者是边缘地区的人口 向都市移动 这个东西就造成一个 乡村地区的一个空心化 对对对 然后乡村的这个凋敝 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东西 在你们这边是不是很突出 然后你觉得有任何方法 来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 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啊 我也是想过 就是说深感惋惜 因为我们打架说 因为是旅游景点 所以还好 甚至说反而还有所壮大 因为这边能赚到钱 很多很多年轻的人反而回来 像我弟 假如说这边没弄景点 或者怎么样 他们也许就不会留在那边 可能到外面去打工 或者怎么样 像就离我这边 三公里山上的村庄 现在只有几户人家在住 几户人家都是老人 我估计再过 就过个十几年 当那些老人都过世了 整个村庄就没了 都搬走了 就是一个人都没有 反正这边村庄 我是有很多感觉 就是特别是相对偏远一点的村庄 我估计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山头啊 你只要有路的地方都有村庄 但是那些比较就是 又没有什么特产 或者说没有什么经济出路的村庄 基本上过个十十年二十年 基本上我觉得都要没掉了 只有一些相对 比如说我们塔项 因为它是旅游区嘛 所以很多人 比如说之前在外面打工 赚钱也辛苦也累 那他们可能就会回来 如果他们家里能开这个旅馆 像我堂弟也是在在客啊什么的 虽然赚钱不一定很多 但是有个深入其实 我觉得你们也好是也好 对家乡总是有一种情怀在的 对吧 反正这种东西 我也是很有情怀 所以我从上海回来 你看 我之前是差点不想回来 我还想移民到德国去 等等等等 因为之前也在那边实习过 我觉得挺好的 不过你想想 好像 背景离乡去那么远的地方 你追求什么东西 你要得到什么 你要失去什么 至少我觉得我对清钱是比较看重的 所以 我觉得回来张州山地方比较小 真的一看回来很多不幸 但是我觉得 这幸福感真的不一样 我每周末可以回家 或者怎么样 你看 不然我今天是要去医院工作了 我刚好下周休假 然后刚好就留在这边 所以 回来的幸福感会强很多 这也是我自己的那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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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